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奥雷 今天带来1990年上映的美国搞怪恐怖片《科学怪记》 小青年杰里十分热衷于科学研究 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用在研究上 他甚至主动放弃了学业 然而杰里虽然有这个心 但却不是那块料 他研究出的东西基本都是垃圾 实用程度几乎为零 不过幸运的是 未婚妻谢丽并没有因此看不起杰里 反而觉得杰里是个宝藏男孩 为了替父亲亲生 杰里专门制造了一台除草机 以此作为生日赫礼 就在派对如火如荼的进行时 谢丽突然以展示为由启动了除草机 他的本意是展示除草机的遥控功能 可却因为没有注意方向 导致被及时而来的除草机搅成了肉酱 见此仅仅杰里悲痛万分 冷静下来后 杰里决定利用自己的生平所学救活谢丽 为此他开始疯狂研究人体结构 警方经过调查后发现 谢丽的尸块与体型对不上 明显少了一份 而这一份正是谢丽的头颅 杰里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 所以特意将头颅撕藏了起来 面对记者的询问 杰里选择以装傻蒙混过关 母亲见到杰里日渐憔悴很不忍心 因此建议他再找个女友 以此来忘掉伤痛 然而杰里的心中只有谢丽 经过大量研究 杰里的复活实验终于有了进展 他成功研制出了 能够让女性重生的磁激素溶液 不过问题是 杰里现在只有谢丽的头部 身体和四肢该怎么弄呢 除了这点外 电力不足也是个难题 普通的家庭用电 无法满足复活实验所需的电量 不过还好 某个天际新闻及时提醒了杰里 过两天小镇将会面临百年一遇的 超级雷雨天气 如果利用好这点 将闪电的力量化为己用 复活实验所需的电量就能轻易满足 现在要做的是尽快找到一副新鲜的具体 杰里觉得用强制手段会引起警方的注意 因此必须得想个万全之策 为了让头脑灵活起来 杰里竟决定用电钻来刺激大脑运作 更恐怖的是 这个方法竟然有效 杰里很快就想到了 从妓女身上下手的办法 由于妓女情况特殊 流动性强 因此就算失踪几个也没人会发现 而且只要有钱 他们就会轻易上钩 甚至还会主动配合客人 玩一些奇怪的游戏 想明白这些后 杰里立刻来到红灯区挑选猎物 在杰里的金钱攻势下 妓女主动带着他找到了本地区的鸡头 鸡头按照杰里的要求 出动了自己手下所有的妓女 杰里通过观察 发现这些妓女都是吸毒人员 为了控制他们 杰里主动向妓头购买了毒品 山上毒品的人只有死路一条 杰里非常清楚这一点 他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只是加速了妓女的死亡而已 算不上杀人 因此他问性无愧地将毒品进行改造 加强了这些毒品的毒性 反正稀不稀由他们自己决定 我只是提供者而已 带着这样的想法 杰里展开了选美活动 既然要复活自己最爱的人 那挑选肉体时 一定要选最好看的 为了掩人耳目 杰里玩起了决策扮演游戏 可谁知这些妓女竟然没有一个是合适的 她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长处和短处 杰里挑到了服务时间结束 也没有挑到满意的 无奈他只能选择先把账结了 妓女们在拿钱时 意外发现了包里的加强版毒品 见此妓女们顿时陷入疯狂 忍不住展开抢夺 然而他们万万没想到 杰里早就对他们起了杀心 吸食毒品后 妓女们突然觉得躁着难当 每会儿功夫身体就莫名爆炸 随着爆炸现象的接连出现 房里的妓女纷纷化为石块 这下杰里不用再烦恼了 因为暴雨即将降临 她只有一条路可走 那就是从这些尸体碎块里 挑出品项最好的 将它们拼凑在一起 形成一具新的躯体 现在只要想办法将雷电 引到手术台上 谢力就能苏醒过来 在杰里的各种准备 以及不懈努力下 闪电被遗弃成功引导到了手术台上 激活了早已死去的谢力 就这样谢力成功复活 然而杰里万万没想到 谢力竟然不记得她 得知杰里拿不出钱后 谢力直接一巴掌将她打晕 然后像丧尸一般 颤颤巍巍地逃到了大街上 原来因为体内存在着 太多的妓女细胞 谢力的行为模式受到影响 变成了只知道 杰克赚钱的人造人妓女 来到熟悉的红灯区后 谢力立刻开始招揽生意 一般的嫖客见到她 都会自动与她保持距离 可谁知还真有胆大的 好她这一口 在谢力的带领下 嫖客来到了 自己曾经光顾过的某宾馆 另一边 清醒过来的杰里 正在四处寻找谢力 希望谢力不要闯出什么大祸 正当嫖客准备享受时 谢力的身上 突然释放出极强的电流 没会儿功夫 嫖客就被电得失手分离 这间旅馆非常有名 里面基本都是嫖客和妓女 谢力的形象 满足了某些口味重的家伙 因此她基本没怎么闲着 当然这些嫖客最后的下场 无一例外 全部都是失手分离 回到杰里这边 因为不知道谢力的位置 杰里只能通过询问路人 来收集线索 然而因为提出的问题过多 杰里被误当成了捣乱分子 遭到了不明人士的驱逐 同一时间 谢力在众多妓女细胞的引领下 来到了妓女们生前 最喜欢的酒吧 很快就有小混混盯上了谢力 当然这个小混混的下场 也是一样 谢力在聊天时 经常会带有口头禅 正在酒吧里买醉的姬头 无意中注意到了这点 为此姬头主动找到谢力问话 你的手臂上为何有这些纹身 姬头根据纹身猜测 谢力的手臂很可能不属于她 然而谢力却并没有要回答的意思 姬头见此恼羞成怒 隐气之下打断了谢力的脖子 谢力因此失控 开始疯狂放电 吓得酒吧顾客四处逃窜 此时杰里在某位老者的引导下 来到了这个酒吧 由于谢力的脑部受损 无法反抗谢力很轻松的将她带回了家 然而这一幕却被姬头看在眼里 谢力在修复谢力时 忍不住对她深情告白 希望她能找回自我 结果没想到谢力竟然真的恢复了意识 还想起了以前的事 原来姬头的那一拳 意外改变了谢力的身体状态 使得原有的细胞 能与后来的细胞和谐相处 这才是谢力恢复意识的真正原因 经过一番解释 谢力逐渐了解了这整件事的经过 也发现了自己身上的异状 此时姬头突然赶到 当初杰力为了复活谢力 干掉了姬头手下所有的妓女 导致她丢掉饭碗 现在姬头已经查出了真相 为了报仇 她一刀下去要了杰力的命 可谁知 杰力之前在复活谢力时 出了一点小意外 一部分闪电之力打到了电冰箱上 导致电冰箱里的残滋断壁逐渐苏醒 现在这些残滋断壁 已经恢复了行动能力 不过由于没有缝合这一过程 导致他们变成了各种奇形怪状的模样 很快他们就认出了姬头 纷纷向他报道 姬头因为过于惊慌 不小心将身上的毒品掉了出来 残滋断壁门见此信奋万分 纷纷开始争抢姬头身上剩余的毒品 每会儿功夫 姬头就被他们大协拔块 谢力根据杰力生前留下的资料和材料 逐渐学会了复活死人之术 不过由于杰力发明的复活溶液 只对女性有效 因此谢力只能将女性的躯体和四肢 装在杰力身上 毕竟不这样装 杰力就没法复活 这样子复活 我宁愿死去啊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我是奥雷 咱们下次见